總統候選人賴清德二號晚間到嘉義市 舉辦造勢活動 他致辭時表示 除了台灣的產業轉型 經濟表現還有民主成績 都獲得國際的肯定和信賴 根據香港的案例 更凸顯台灣有主權 未來國家可以由全民來決定 而賴清德還特別提到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來聽一段當時賴清德的致辭內容 因為賴清德擁有醫學背景 他說最想推動的事情之一 就是台灣人的健康程度 特別提到郭董 就是因為他曾經說要改癌症醫院 如果他順利當選 一定會全力支持 郭台銘的癌症醫院計畫